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也可以在主页里找到URL安装连接 然后点击安装 稍等片刻 安装完成后 转到已安装选项卡 点击检查更新 接着点击应用并重启 UI 等待 UI重启后 你将会看到一个新的选项卡 名为无限缩放 这样代表安装已经完成 就这模简单 另外 你会发现主页里有一个Discord的连接 我非常建议你加入那个Discord群组 在那里有很多热心的人 甚至还有这个扩展插件的开发者 你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创作的扩炫作品 作为你的灵感来源 所以说 加入这个Discord群组 绝对是开始使用这个扩展插件的最佳途径之一 如果大家在按下生成影片时 遇到Error的提示 也不用担心 只需重新启动稳定过散功能 或者重启电脑就可以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设置 首先 在主选项卡中 我们可以看到外汇步骤 总外汇步骤指的是程序 将生成的外汇步骤数量 每个外汇步骤都会在通过缩小画部中心 初始图像的大小所创建的空白空间 中生成一个新图像 总外汇步骤的直越高 将生成更多的外汇步骤 从而产生更长的影片 然而 生成更多的外汇步骤 也需要更多的处理时间和资源 在这里 我将以作者提供的提示词作为 我们这次教程的参考 我会把相关网页连结放在描述栏中 供大家参考 在这个示范中 我们设定外汇步骤如下 外汇步骤0-3使用拥有茂密绿树和湛蓝天空的丛名 外汇步骤3-5使用拥有高耸棕树和橙色晚霞 天空的丛名 外汇步骤5-10使用拥有稀疏树木和乌云密布的天空的丛名 外汇步骤10-14使用拥有黄色秋天树木和紫色暮色天空的丛名 就像在这个范例中 提示词越多 总外汇步数也需要相对增加 对了 我是使用Ref Animated的基本模型作为范例 我会把下载链接放在影片描述栏 我们按下生成影片 让我们往下看其他参数 这是影片的长和宽 如果你的显示卡能够以该品质渲染 并且你有足够的时间 我建议将其中一个或两个值设定为768 这样你将获得一个很好的影片解析度 在那之下 我们有导音尺度和采样步骤 由于这是从前在噪声渲染 开发者建议将其设定为50个步骤 他们也尝试过使用较低的步骤数 但我发现50个步骤实际上能带来相当好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看自定初始图像 自定初始图像参数允许您上传自己的图像 作为外汇过程的起点 如果您心中已经有特定的图像 或者想使用无法从提示生成的图像 这将非常有用 或者您可以使用Text to Image 创造一个跟你的Prompt很接近的图 放进这里作为你的初始图像 第二个选项卡是影片 第一个选项为每秒帧数 这里有趣的是 这是由图像创建的 但无论你将帧数设定的多低或多高 它都不会渲染更多的图像 因此 我们将其设定为每秒30帧 以获得平稳的变焦 而不必限制它 因为渲染时间保持不变 这仅用于在渲染完成后卫变焦添加动画效果 在这里 你还可以选择Zoom Out或Zoom In 它们各有不同的优点 我经常发现Zoom In效果更为稳定 因为它会先呈现完整的图像 然后再在图像内部进行渲染 因此有一个大致的想法 而在Zoom Out的过程中 它是从前在噪声中渲染的 所以它对即将出现的内容一无所知 这可能会使它显得不太稳定 但你可以尝试玩玩看 现在需要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当你选择缩小时 这将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渲染你的图层 也就是你的不同提示 但是当你选择放大时 它不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渲染 而是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进行渲染 接下来我们有起始帧数的重负次数 和最后一帧的重负次数 这意味着动画只需等待这些帧数 如果你希望在开始时或结束时稍作暂停 可以设定这两个参数 下一个是你可以看到 以秒位单位的变焦速度 这也将影响你的影片长度 初始速度设定为1 我觉得它有点快 所以可以尝试1.5或2 这会产生一个很好的慢速变焦效果 让你可以看到渲染图像中所有漂亮的细节 接下来我们有外汇设定 我主要建议保持这里的所有设定不变 第一个是噪声强度 它应该是中设定位1 所以这个选项可能会在未来的更新中移除 遮罩模糊应该设定位0 我原本以为更高的遮罩模糊值 会让边界更柔和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更高的数值反而会产生更硬的边界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得到修正 至于其他设定 你可以尝试实验 但我建议保持它们不变 而最后一个选项是upscale你的影片 让你可以在4K视频上播放 不过这回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去生成 大家有时间可以试看 接下来我分享一个由ludo网友制作的影片 个人觉得还不错 我还会分享一个如何去除绿屏并添加特效的方法 从而增加一些在快速飞行时的视觉效果 在Adobe Premiere Pro中 首先将绿屏特效影片放置在视频的上层 然后寻找Ultra P 将其拖到绿屏特效影片上 接着在Pcolor中单机绿色的像素 然后拉伸绿屏特效的时间轴 按快捷键R 或者按Rate Stretch工具 将特效拉长至于你的影片长度相同即可 绿屏的影片我已经上传去云端让你们下载 接下来让大家欣赏这位网友制作的影片 甩还 ejemplo 而云竺 también 云章 柯 好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到你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